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叶拳属于当年叫美夫石油的哀黑心美夫 1998年 由公司因应政府对安全的要求 将石油气库搬走 当时小叶主也都赞成 但是世功不到 12年之后 会有一栋二三十层高的屏风楼 动在他们面前 所谓0.67 是一帮受影响的小业主 找专业人士计出来 属于第八期 未用尽的剩余地积比率 整个第八期面积 有18万多平方尺 0.67 即是相当于12万多平方尺 整群人都吓得跳起 非常之惊讶 那晚我们还在酒楼里面 在酒楼里面 有律师和测量师 在这里和我们开会 结果他的答案是 12万平方尺 这一帮小业主 在美肤住了二三十年 一直以为这个老牌屋苑 早已完成发展 所以当他们知道 眼前这个地盘 还可以建楼 还会是二三十层那么高 他们觉得很震惊 叶少洲和一帮业主 随即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 誓要反对到底 他说 在96年石油器库搬之前 政府曾经承诺过 会用换地的方式 和美肤石油谈判 收回快地 避免原子会再有物业发展 谈了三年 油公司最终都不同意 但是政府就没有第一时间 通知小业主 政府99年 才告诉我们 这个谈判不成功 可以想想 政府都说这块地 都建不了楼 没有发展的空间 他用什么地 去和发展商换 我相信这是一个原因 令到发展商 拒绝政府的换地 当年 政府结果是用市价 批了达阳路这幅地 给油公司重建石油器库 而原来的空地 大业主随即申请起楼 因为按85年定的规划大纲图 这块地和整个美肤新村 一起被规划为住宅夹内 即是说叶权人有法理依据 在那里发展私人楼宇 十二年来 叶少洲他们求助过 区议会和立法会 又走访过规划处 地政处 屋宇处 等等不同的政府部门 连申诉专员 销委会都投诉过 但是都阻止不了发展商 建楼 政府一定知道他们会建楼 他们政府一直都不出声 地产商由1996年 至今日2010年 他现在说建楼了 其实是一个原因 当时的利用可能没有那么大 但是今天当然不同 如果一个豪宅的话 动作都万几二万元一尺 他的利用大了 所以就驱使地产商 来挑战我们 美肤新村已经有40年历史 是本地第一个私人大型屋苑 有自己的私家路和平台 80年代初 地产商新世界发展 收购原来的大业主美肤企业 改名汇售企业 继续负责物业本利 而汇售也拥有部分私家路业权 其实美肤新村由70年发展到 大概10年完成了八旗的发展 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就是说 它楼是一个地段 街是另外一个地段 王德泉是深水堡区区议员 12年来 他一直跟进事件的发展 他发觉 这类老牌屋苑业权相当复杂 市业主很难清楚知道 自己应有的权益 你看到有不同的地段号码 如果透过查册 知道还是美肤石油的 有些是汇售的 但是他们始终来说 可以透过商业的买卖 因为是他拥有的地权 可以互相买卖 来组合成为一间新公司 两年前 爱克森美肤 将石油气腐块地的业权 转用给一间叫做 长达发展的公司 而负责美肤物业管理的汇售企业 也在去年年头 将一段贴着地盘的部分私家路 以150万港元 卖给这间长达发展 是想不到的 因为这个是全香港 甚至全世界都不会发生的事 马路是 起楼的时候已经有了 要来给业主公用 怎么可以买来起楼 这个是大家都想不到的 我们去问他 他是不答复我们 究竟长达发展有限公司 和新世界发展 爱克森美肤之间 有什么关系呢 一帮美肤业主 去年曾经和新世界发展管理层回面 向他查询 但是得到的答复是 新世界发展和爱克森美肤 有合约共同发展石油气库地段 其他任何资料 由于三方有保密协议 不能公开 他们在追查公司注册 发现长达发展两位登记董事 李永延和叶宏德 都是高理业律师行的合伙人 而律师行正正是新世界发展的其中一个法律顾问 居民都很生气 我正在用一间物业管理公司 他竟然卖了半条路给人 卖了半条路有什么影响呢 卖了半条路我实际认识过 属于地盘的二十分之一 回合约姐姐如果建20层楼的话 她可以建一层楼 一块空地要建楼 除了地积比率之外 地盘的四周环境 和建筑物规例的限制 都会影响将来建筑物的规模 而发展商如何才可以用尽地积比率呢 一般都是由专业人士去处理 小市民不容易理解 非常复杂 因为讲到法律 普通一个市民 怎样理解一些 不是普通的法律 而一些建筑的专业法律 我们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而是现在希望尽量了解多些 而是利用这些法律 做我们一些力量来反击它 一班美肤业主 多年来不断向负审批建筑途绩的屋宇柱查询 希望知道发展商打算起几大几高的楼 不过屋宇柱的回复是 基于私隐发展商入什么途绩 又或者撤回途绩的原因 都不可以向第三方透露 我们就开研会了 我们问他一些很实在的问题 他都是用刺客私隐来拒绝我们 这次可能比以前我们还要先民 因为老实说我连法案都发不出来了 只有彻底的失误 叶兆洲和一班美肤业主估计 发展商一直和政府增持的 是上个建筑物的规模 屋如柱不批图绩 或者是想将建筑物规模减少 不过发展商也可以更新途绩 减少覆盖面积 即是唐楼可能会越起越高 发展局政治助理张文涛先生 亲口跟我们说 他说你们要接受一座建筑物 建在你们的前面 怎样坐向大小是可以大家谈的 我们即时答复他 也是强硬答复他 不可以有任何东西 建在我们的屋前面 我们的看法就是说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单一事件 其实是香港整个在 发展限制的一些法理底下的一个空间 或者是可以叫做漏洞 就是说剩余的地质比率 或者剩余的楼面发展面积 究竟是拥有权是谁呢 你看到美夫 这次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说他当年建第八旗的时候 他包括了现在这个地盘 就是说当时还是一个油腹的地盘 是向屋乙事务监督申请 做那个发展项目 就是说其实他之所以发展到这个规模 当时是包括了 今次具争议的地盘面积 但是到他销售的时候 他建好第八旗 去卖给业主的时候 他没有包括到 今次这个争议的地盘 是卖给业主的 换句话来说 就是说那个争议的地盘 在继楼面面积的时候 是包括了进去的 但是销售的时候 仍然在大业主手上 就是说这些争议的地盘 是有很多争议的地盘 就是说那些争议的地盘 是有很多争议的地盘 是有很多争议的地盘 不需要我说 真的串金尺头 发展商没有企业良心 他会用尽的 这个位置大家会见到 就是第八旗 那个油股的位置 所以整个美股 他都是以甲类住宅用途 所以才会出现 今次这个巨争议的地盘 可以将当时 整个大地盘的用证面积 放入这一步发展 姚重严一向关注 剩余地积比率 引发起的问题 尤其关乎大型屋苑 这个其实是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我想小业主都没去查过 究竟篮球场是否属于去的 如果不是属于去的话 可能就出现美股的翻版 就是说明天又将我那边的地盘 又有一个原不老 都在你前面出现 并没有危言耸听 其实大家只要在 你们住的屋苑那里 去屋宇处那里 拿出标准图籍出来 看看究竟有没有 剩余的地益比率 那大家就会知道 其实你住的屋苑 是不是都有一些 不知道是属于谁 或者不属于小业主 但是将来可以作为 发展的一些地益比率 小业主 相对于发展商 和他们背后的专业团队 姚重言说 在掌握物业资讯上面 现在是很不对称 一般市民根本没有这样的财力 和时间 去查清楚 当中存在的风险 香港在整个业权转让 策契和发展限制上高的 技术复杂性是很高的 一般小业主 其实他未必有这个专业能力 去知道究竟 原来有用正的地益比率 原来你没有买到 其中一个部分的 相关业权比率 他都未必知道 现在变成了 政府可以做的 就应该是将它清晰化 虽然有风险 但你应该要将资讯清楚交代 大家真的明白 这个是一个 我们已经能够计算在来的风险 而不是一个不可评估 的不确定性 这个risk和uncertainty 大家应该要透过立法 令到有关的资讯 是要充足地 被小业主在买房的时候 做到一个判断 张启言 美夫新村第八期的一首业主 他说三十几年前 有能力买到楼已经很慶行 物业契约怎么写 其实不是那么清楚 现在说三十多年前的事 那时候 叫我们去律师傅 他带我们去 回忆室 差不多好像这间房子 那么大 大支 一张桌 你坐在那里 就开个录音机给我们听 老实说 在那时候 当我们的知识水平 就是什么 张启言说 在这个单位住了三十几年 忽然之间发觉 前面会起动二三十层高的楼 心理上 当然很难接受 也很反对 于是 他和他做工程的儿子合作 做了份报告 想证明屏风楼 会影响居密的健康 我们这路 幻未见到之外 大约有四百部冷气机 如果L型 起了之后 就完全遮蔽了 即是会打了困楼 打了困楼 还要包括张罗 如果他真的建了那层楼之后 他可能也有三几百部冷气机出来 我们也试过在这里 如果假定真的建了L型的楼 他这里的风真的在那里 一个负责的政府 和一个建筑商 我估计他 他应该要做一次环境评估 是否真的呢 因为他们财力和物力各样都有 知识水准都有 为何他不做呢 海满花园的情况 大致上我们看到 一般整个屋院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 都没有剩余的空地 但是有剩余的发展地积比率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变得很复杂 姚重严说 在荃湾的海满花园是另一个例子 发展商准备在屋苑这个商场上盖 申请加建两堂二十四层高的写字楼 有关图积已经得到屋宇处批准 现在是在已有的建筑物的上盖再加建 这个就变得更复杂的个案了 就是说当日这些剩余的地积比率 不是已经以不可分割业权 这样卖给小业主义了吗 为什么还会是属于发展商呢 这个其实是我们是 在法律上是没有清晰的答案 也没有指引 各位香港市民 请你停一停听我说 如果我们美副新村反抗不成功的话 香港变成一个很奇怪的社会 大家市民留意 这个地产商是完全没有企业良心 开展这个讨论其实都是希望 让我们多些人讨论多些了解 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其实政府就可以透过立法 或者一些行政措施 就将这些漏洞倒闭 讲清楚他是属于哪个 都要有个G字 现在就是一片空白 其实都不知道是属于哪个 除非发展商在买卖楼契里面 已经清楚说明 胜如发展面积是属于哪个 如果没有讲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 究竟胜如面积是属于哪个 这个其实可以政府做一些相关的修例 可以将这些有剩余发展面积 是业权随缩呢 政府都有反应 立法会议员涂身 04年开始跟进美夫第八期业主的投诉 反对发展商在石油气库原址建平峰楼 现在地盘的地基工程 已经拿到屋宇柱批准 但是上个的建筑图绩 还等待上诉审材小组的结果 对于叶少洲一帮业主来说 噩梦正一步一步逼迫 从我们帮居民的角度 我们一定是 一我们继续要逼政府去实践规划的原本构思 你既然自己搞到大头发出来 被人利用了 一些商人他当然是赚钱的了 他利用了一个漏洞 利用了你的失职 是没有将石油气的地方 是画开它 他利用了这个漏洞 所以政府应该要弥补这个漏洞 你不就找一块地盘给他换 然后用回公园 或者实践到原本的构思 根本就没有东西 那里就是没有东西的嘛 我想要不要有六米的距离 跟那两栋大厦 才是在防火要求上会合法 我想那个图籍应该是再阔一点的 应该是去到贴着这个旗楼都是那个地盘 姚重严小时候曾经在美夫住过 他说这个老贤屋苑有成四十年历史 已经是不少人的集体回忆 也累积了很深厚的感情 我们以前的生活大部分都是在海边发生的 包括玩兵冊 踩单车 钓鱼 我想在这里大的人 就会对这里作为他在美夫长大的 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们以前经过这一段 就有一个很小的游富 我们在这里跑步 就变成是我们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你现在说 将它变成一个突然间三四十层高的建筑物 那就好像破坏了整个美夫的和谐气氛 你好你好我姓姚 我姓叶的 叶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这个0.67是整个大地盘的面积 所以这个是一个漏洞 一个星期前 叶少洲一班业主再收到消息 地盘会开始围板 之后日子一改再改 最后仍然还没有动静 我说做普通教书 对对对 怎么会懂这些东西 对对对 这个就是资讯不平衡的问题 被逼我要去研究 去学 去讨论 学习 对对对 接下来找的是名人厨房 新高中学制推行通识课一年 直击两间中学的教语学模式 教的有什么体验 学的学不学得识呢 考核标准几乎无先例可缓 评的点拿捏 答的点掌握呢 《腾窗集》下星期日晚7点35分 翡翠台